我覺得人工智慧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爆發點 無論在網絡或是網絡網絡上面 積累了非常多數據 這些數據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障 激發很多人工智慧AI的運用 我覺得未來人跟人工智慧會是共同進步的 共同演進的 所以這個共同進化的過程 其實是一波新的革命 AI會不斷把人類推往人類有的最高價值 隨著AI幫助人類自動化很多流程以後 我們人有更多的時間去專注在 我們最擅長的事情創造力與情感 在過去20年 不論在網絡或是在網絡網絡上面 我們積累了非常多的數據 人工智慧的整個社群 社群越來越開放 那很多的人貢獻他的研究 和他的創新在這個社群上面 讓整個開發速度 以及創新速度變得更快了 大數據跟機器學習跟人工智慧 這三個關係的話 我們可以用烹飪來做一個比喻 大數據就像是烹飪的時候的原料 機器學習則是烹飪中間的過程、方法和工具 然後人工智慧則是最後產生出來的一道一道的佳養 過去企業對於Intelligence 通常是基於員工長期累積他的工作經驗以後 而產生出一些基本的規則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當資料量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人沒有辦法再從所有的資料裡面找出Inside 這時候我們來看Intelligence 就是利用機器去找出所有資料裡面的Inside 用這些Inside在輔助原本人已經有的智慧 最後兩個合在一起而達到最大的效益 Apear的研發團隊裡面 有全世界最頂尖的電腦科學家以及資料科學家 我們需要做很多的電腦科學平台系統的建設 以及在上面開發最新最好的AI應用 Apear是AI as a Service的亞洲先驅 我們利用我們CrossX的技術提供兩種企業服務 第一個是程式化購買的服務 讓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觸及所有廣告者 他需要觸及的使用者 第二個是Data Intelligence的平台 我們幫企業整合他所有內部零散的資料 然後從資料裡面去建出AI的Model 用這些Model去找出資料裡面的Inside 然後從這些Inside去回答很多企業需要回答的商業問題 我們對於AI的願景是Making AI Easy 意思是AI不是只是專屬於某些大型的公司 或是有這樣技術的公司 我們想要的是AI可以體騙於各個產業解決大家的問題 在Apear的優勢上呢我們有世界級的團隊 另外一個則是市場 我們從台灣出發 但是看的是亞洲甚至整個世界的市場 然後另外呢則是技術 我們從獨有的跨型技術 以及我們長年累積的這些AI技術 在世界都處於領先的地位 我覺得未來AI會變成新一代的UI 變成人與機器之間溝通的一個界面 AI會成為各種科技技術的核心 那在這些技術裡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AI可以變成非常好的助理 而且非常好的軍師 提供我們數據的來源 提供我們更好決策的基石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